大家好 我是阿凯 今天早上呢 还在睡觉的时候就被小粉丝夺命连盘扣给抠起来 我忍着怒火了解了一下 情况大概就是小粉丝的女友快要过生日了 因为女友的手机玩游戏实在太卡了 想送一个iPhone12给女友 结果因为自己平常大手大脚 把iPhone12的预算用的只剩下4000左右了 现在就立马找到我 想让我在市场帮他挑一挑4000左右打游戏不卡的手机 还和我说一定要女孩喜欢的款式 女友喜欢的是三星和苹果的系列 这一大堆的条件一下就把我给整弄了 行吧 谁让我这么乐意助人呢 这就去给粉丝挑机器 我先去趟长城 长城是最大的三星手机的pvd 当然也是二手啊 毕竟这个预算嘛 我就玩到冲心的给小粉丝挑 刚进来人就这么多 找了很多家档口 昨天找到一台冲心的三星nod10家耐末彩的机身外观无魔术 无磕碰 背光设置也是非常好 小型机没什么区别 而且这个颜色是最多女孩喜欢的颜色 而且搭配骁龙855和6.4英寸的全面屏打游戏不卡 屏幕大感官非常舒服 考虑到4000左右的预算 我就问了一下小粉丝能不能接受韩版的 小伙伴表示只想要国航的国航的价位呢 就超出了预算很可惜 不过没事 4000左右的预算还是可以选择苹果的 XS max和11系列都是非常不错 我现在就抓紧去飞扬的色楼给小伙伴找一找 这是一台白色的iPhone11国航的啊 这个机器呢 我看了是非常的不错 也是非常的新 使用痕迹也是非常的不明显 我就准备和小伙伴说啊 问一下这种机器行不行 结果他发信息给我说iPhone11的话 可以帮忙找一台纸色的吗 女友说以前喜欢那种颜色 好吧 既然有要求呢 我们就尽量来满足 现在就赶紧去找一找别的档口 看看有没有纸色的 市场里面溜达了很久啊 终于找到了这一台纸色的iPhone11国航版本的 虽然是亮相机 小伙伴也表示没有关系 现在呢 我就准备拿去检测一下 没有问题的话 就尽快给他发走 解决好吃的难眉之急 哦 对了 这台机器的价格呢 也是非常的便宜 市场淘汰嘛 就4000来块 很有性价比了啊 这一出来呢 市场的天也已经黑了 我也就吃个饭 就准备回家了 货呢 也已经准备发走了 好了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